大人 皇上命我去赈灾 可是 现在我手里没有一文银两啊 大人 皇上不是已经开彭春 押送赈灾款紧随其后了吗 我想彭春他们 现在应该到徐州了吧 如果一路上不出差错的话 他们现在就应该到了 但愿别出问题 大人 如果有我们在 也许您就不会这么操心了 你们在我当然放心了 只是彭春 虽然他身边有很多兵马后送 但他带着十万赈灾银两 朕应该让谢方和他一起送啊 大人 等我们过了江 就找一家客栈 您先在那儿候着 我们俩出去打探 以后走吧 死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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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胖子 死胖子你给我过来 你给我过来呀 放我出去 你不要再叫了 我也没办法 死胖子 你混蛋 你这分明就是软气王 把我关在这个鬼地方 紫林姐姐 我真的没有办法呀 关大一击压死人的 总舵主安排的你说我办不办 再说了 这才几天呢 您都跑了十八回了 我们找你容易嘛 幸亏是我们的军事设计的这个机关呢 比较延灭 要不然 你早就跑得没影了 这也是你逼的 你就不怕我出去吓了你呀 那你出来试试啊 通过这十八次的逃跑 计权设计的路线 我已经全都摸清楚了 如果我能出得了这个楼 我就能平安的出得了这个山寨 胖子叔叔 胖子叔叔 人家有事情跟你商量 你有什么事跟我商量 没有啦 还不就是在这个房里面憋得太久了 我想出去走一走 就一下好不好 胖子叔叔 不不不不不不不行 小心我出去 倒一付面积说句坏话 我就是放你出去 你还是要说我的坏话 没关系 我找个证人 继军师那就是我证人 哎呦胖子叔叔 人家只是关的太久很憋 想出去走一走 这样也不行呀 胖子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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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你了胖子叔叔 停停停停停 好 那好 那我们说好了啊 就出去一小会儿啊 但是 你得在总舵主的面前说我几句好话 成交 Yeah Go 快快快 开门开门开门 嗯 四胖子 飞呀飞呀飞得好高 他跑了 快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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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二 帮我把马喂饱点 我马上走 好嘞 这个人我好像见过 我好像见过这个人啊 两年前在什么地方 看看他这身打扮 还有那眼神 石大人 这女人要盯着我们的 小姐 跟我们回去吧 小姐 求求你跟我们回去吧 要不然大人该教训我们了 是啊小姐 请跟我们回去吧 不要叫小的们为难啊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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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法了 我们只好对你布公了 别动 都别着急 小姐 就凭你们也想跟我打 有本事去跟官差打啊 看来这个女的好像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身份 不如这样我去跟踪她 看看她到底是什么来路 官差在哪里啊 在那边 她肯定被抓过又逃出来了 待会儿离开这里不要引人注意 是 不要让他们跑了 把他们抓起来 你们干什么 小姐 求求你跟我们回去吧 要不然老爷会责怪我们 你们烦不烦啊你们 我们也没办法小姐 有两个大内的侍卫来护卫着 还是个瘸子 阁下就是皇上特命钦差失事轮吧 别动 不要怕 对面是哪位英雄啊 蓬春 把黄蓝留下 饶你不死 放屁 狗贼 你胆敢抢劫黄粮 你知道这是死路一条吗 你们这些狗贼还不赶快跑了 免得你们的狗血玷污了大爷的宝剑 我不想和你打 蓬春 你看 这是什么 金牌 你把石大人怎么样了 石不全现在很好 如果不将黄粮留下 石不全的脑袋马上落地 怎么着 想想吧 狗贼 你给我听好了 你要是胆敢动石大人一根毫毛的话 他日我将你碎尸万断 总之我只取钱财不想杀人 三日后必将石大人送还 好 咱们君子一言四马能追 撤 大爷 咱们抢不抢 不冲啊 好 快 大人 这黄粮就给他们留下了 我有什么办法 现在石大人在他们手上 救人要了 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一切后果 都有本官自负 好了 快点走 走 我再钓鱼 钓鱼 钓鱼 青赵妹妹一个人放在家里 你就放心啊 我可不是那种见色望有的人 为了你 让她自己在家待着吧 哈哈 那行 我不说你了 你就一个人拿着鱼干 好好锻炼吧 哈哈 好好好 慢走啊 哎呀 谁的钱包啊 啊 我的 回去一定要告诉小朋友 早睡早起不但身体好 还能发大财呢 他们如此慌慌张张 肯定是盆出了震灾营出了问题 钱我要收 案子我也要破 哈哈 就这样 我拼着性命前来报信 师大人还得继续留下 事关重大 是否要禀报皇上 不 一旦圣上知道此事 必定会派大军前来 到时候会打草惊蛇 不但师大人性命难保 而且恶贼会逃向他放 况且 黄银丢失 钦差被劫 此事若惊动朝廷 朝廷定会大做文章的 坏了我们的大事 大人阻止多谋 还望大人想个万全之策 我以黑格传书给谢放大人 让他报病告假三天 连夜赶来 谢大哥出身武林 江湖经验十分丰富 况且又是武林盟主 号令一发 天下武林豪杰 必将鼎力相助 到那时大事可成啊 太好了 等大人一到 就能上卧牛山了 事情不是这么容易的 现在当务之急 应该查清这帮恶贼的行踪 你赶快派一些人下去 装成老百姓 刺探他们的消息 前面有一个废旧的客栈 我在那里等你 是大人 大人 团令下去 付罪行军 大人明鉴 据说这卧牛山四面环水南攻一守 道路机关密布 三步一陷阱 五步一机关 多年来官兵屡次征讨 皆煞雨而归 许多名镇江湖的辖士 未讨公道 踏入卧牛山 也是一去无回 如今继权又重新设置机关 恐怕更难突破呀大人 看来这卧牛山十分了得呀 这可如何是好呢 大人 大人 谢将军到 快快有请 谢大哥 黄兄弟 你可来了 这的情况怎么样 想不到这卧牛山地势如此险阻 我早晨派的兵去打探消息 竟然没有一个回来 这这 哎呀 好了 普兄 你也不用着急 我现在就以武林盟主的身份去走一趟 这儿的大局就由你来主持 好 我把这件事情已经告诉了林天宝 如果他来的话 一定要帮我领悟住他 林天宝要来 嗯 另外我还告诉了纳兰 也许纳兰啊过两天也会来的 纳兰也要来 都会来 好好 好吧我先走了 好 告辞 告辞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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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将军 啊 那是什么东西啊 嗯 我看看 好像一只老鼠 怎么老鼠啊 你们家老鼠还打散啊 好像是个人 不会吧将军 人怎么会跑那么快 废话 不是人还是豹子啊 再说豹子能上这儿来吗 好像就是个人呐 是林 林大人 林大人还有这绝技啊 林大人 林大人呗 上头 上头呢 林大人 林大人 辛苦了 北岩古大人 好久不见 皇上叫你镇守边关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你到哪边去啊 我 我去南边啊 上 南边 像什么 林大人 你可真行啊 人家让你上南边办事 你像骑一匹宝马一样 一溜烟地跑到山海关来干什么呀 这是山海关啊 对呀 林大人 你跑那么多天了 害死人了 飞大人 不跟你多说了 我还有事儿 再见啊 林大人 又不用给你换双鞋呀 这小子真有意思啊 平时总是找不到北 总算是找到北了 人家又让他上南边去 我一见到这小子 就是有话要问哪 可我一见到他 他又不知道问什么了 这这个 天哪 他骗了我一百万两 他跟鹏吹 这小子他是个混蛋 哎呀 你 快派人给我追啊 你怎么追 打人 你跟鹏太快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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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方他真的要上山了 放心大王 我设计的卧牛山机关 定叫他有来无回 大王尽可放心 爸 从山下说来 很多这样的企业 探路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乌林盟主的锦士集 是当年 我做乌林盟主的时候设计的 花了无量银子 没想到 他们今天竟然用这个东西来玩我 探路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如果我们三天之内不投降的话 他们就会向全天下发出通缉令 全天下 所有门派同心协力血洗卧牛山 即便有人侥幸逃脱 也会追下到天涯海角的 报 报 堂主 恭贺堂主 谢方他们全军覆卧 只有谢方逃跑了 机晋师啊 你太厉害了 给我把他们都追回来 这个谢方的确是让人头疼的角色 唐仲有所不知 纳兰荣若固然武功独步天下 剑术深不可测 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就是生性仁慈 自从修炼出山以来 从不杀人 所以啊 并不可怕 这个谢方可就不同了 当年他奉旨追杀血手十三魔 从江南追至大漠 一直向西 追至罗刹国都城莫斯科 接着向西 最后经东面经日本追了回来 血手十三魔 三人饿死 五人累死 其余皆 禁聚而死 惨啊 不对啊 这他们直往西追的 怎么从东边回来了 我也纳闷啊 不过听人说 这地球是圆的 他们足足绕了地球一圈啊 地球是圆的 好好好 唐主 山下抓到一个探子 好 去看看 唐主请 走 请 进去 走 站住 进去 老师 啪的嘞 原来是你啊 原来是你啊 你不是在俯虎山吗 怎么跑卧就山来了 林大人 这回呢 这是圈子可就有伴儿了吧 啊 是目前也被你抓了 我这可小心点啊 想当初 你在高右线 就只给我二两银子 那都是我的血汗钱啊 侮辱 这哥的侮辱 画完了没 画是画完了 那不就对 但是 搞得我连 连乞丐都不如啊 我今天一定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来啊 在 酒瓶 千万 你打我干嘛 赶紧把我杀了不就完了吗 好 那我就杀了你 杀 哎 千万 你怎么那么听我的话呀 哎 你把我留在这儿 好好待着 皇上投鼠祭气 这个诚友你懂吗 我刚学的 你要把我杀了 皇上一心痛 明天千军万马就到你这儿来了 把你给灭了 你死了以后叫遗臭万年 我死了叫烈士 你挑 来啊 快动手啊 杀了我吧 杀了我吧 杀了 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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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我让啊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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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子 把你这个啊 先把他给关起来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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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把他给我拉下去 关起来 是 千万 你要干什么 我在京城住过了豪宅 在你这儿住监狱 万一郁闷死了 你不也就快死了吗 确实 他死了 还有失瘸子呢 对 你死了 还有失瘸子呢 失瘸子比我还要刚烈 他听说我胃锅卷去 肯定马上就咬死 真是 怎么办呢 我虽然搞不清他在说什么 可我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的 哎 嗯 好 那我就给你 给你一圆子 好吃好喝供着你 带走 千万 你怎么还千万呢 晚饭吃什么呀 藏天哪 哎呦喂 你吃我的 你吃我爷爷行了吧 哎呦 带走 带走 千万 哎呦喂 你能不能说点别的呀 会 走 走 雪梦 气死我了 为什么我听不懂的话总是那么有道理 哈哈哈哈哈哈 航主这回成功的抢到了几百万 足够我们吃一辈子了 来 大家敬堂主一杯 来 走 唐主 薛家宝温城求见 他怎么又来了 让他进来 是 你们退下 是 温城带到 请 大王 九门提督谢方帅重兵 将我们薛家宝团团围住 请唐主速发援兵呢 薛家宝是经过大风大浪的 那么几个毛贼有什么好怕的 大王 你可别忘了 这截获彭春的黄粮黄银的消息 可是我们薛家宝给提供的 你 有些放在 这薛家宝早晚不保 唇王齿寒 这卧牛山危在旦夕 唐主 还是发兵支援一下吧 让我想想 唐主 我家宝主让我问一下这黄银的事 怎么着 薛宝主觉得我把黄银给吞了 岂敢岂敢 你回去告诉他 黄银放在我这绝对安全 等我摆平了卸放再分也不迟 是不是 这个不好交差啊 怎么着 不好交差了是不是 把叶明珠给我拿来啊 叶明珠 这叶明珠先当作底呀 好叫你们宝主放心 这可是当年天地会总舵主左颜 从宫中所到 价值年成啊 唐主 叶明珠到 这下满意了吧 满意满意 好了好了 快去吧 下当功劳 多谢唐主 拿这样 为了一方万一 我派一个兄弟跟你一块去 顺便打探点消息回来 好 你跟他一块去 我 怎么了 饼堂主 我我我我我我我先来的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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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新来怎么了 你新来的你不去还我去啊 去 是 走走走走 我和施氏轮两个人每天伙食费十两银子 你们给我拿九两给我买饭 剩下的一两给我们拿去分了吧 啊 别别别别 谢谢谢谢 八两银子给我买饭 给一两给施氏轮 别把它饿着 啊 谢谢 谢谢谢谢 去准备韭菜吧 好好好 好好好 你是这里吧 这是茅厕啊哥们 哥们 这儿能不能出去啊 这能不能出去啊 这儿 你试试看你能出去吗 你到底从哪儿走啊 那咱们上前面看看去吧 走走走 这里 要不这儿 要不就是 要不就是这儿 啊 哎呀哥们 绕来绕去 都三个时辰了 啊 我是走不动了 累死我了 哎呀我也不知道 我不是说了吗 我是新来的 我们在机关头头 我们怎么能走得出去啊 走去 跟你们家大王说 把机关让他关掉啊 那我去试试啊 喂 喂 干嘛呢 你哪位啊 鬼鬼祟祟的 这位大哥 久仰久仰 久什么仰 你知道我是谁吗 看您的穿着跟打扮 一定是卧牛山 有头有脸的当家的 看你的穿着 对 我就是二当家的 我叫田宝 田大哥你好你好 你这是 哎呀 我是这 我是薛家宝的温城啊 哎呀他卸放了 他没事的 你说谁 卸放啊 卸放 卸放在哪儿 他把我们薛家宝给包围了 所以我们家宝主 命我来向你们家大王求救啊 那我们家大王他 同意了 同意出兵相救 那你这是 哎呀 虽然机关都关上了 可我怎么也出不去啊 你出不去啊 你怎么能够证明你是温城呢 你说机关已经关了 对 谁关的 我已经请人关了 哦 不一定 这儿的机关从来就没有真正关过 啊 就算关了机关 你根本就出不去 这 这样吧 我 带你出去 怎么样 嗯 好啊 只要你能安全地将我护送到薛家宝 在下一定中谢 一定中谢 好说好说 走走走走 机关已经关了 还有叶明珠 天兄 天兄 你跑跑得真快 我都在这儿等你两个时辰了 快走吧快走吧 等等等等 那边可是沙家级啊 你不要命了 我左思右想 有件事 还是跟你实话实说了吧 你大祸临头了 这话怎讲 动动脑子呀 我们家代王 哪那么轻易就把价值年少的叶明珠交给你呀 分明是嫁祸于你 先让你拿走叶明珠 然后再派人把你给杀了 对薛宝主就有了交代 然后再拿回叶明珠 读通了黄银 是不是这个链 天兄 你为什么要帮我 哎呀 我也是左右为难哪 我的师父祭全是你们薛宝主的八百之交 你说我不帮你说不过去呀 可是帮了你我又对不起我家代王 天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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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救命之恩哪 闲话少说 杀手可能马上就到了 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 还是往沙家局去吧 天兄 我怎么对得起我们俩的 快走啊 我跑得快 你先走 我先伤心一会儿 半个事时候来追你 你慢慢哭啊 有时候骗人就这么简单 你真的把叶明珠送给了薛家宝 大王 这颗叶明珠 是总舵主打算日后提升 唐主之位时所送的礼品 这可是从宫中所到 如今送给了温城 那天下武林众人和江湖游泳 如果知道了叶明珠在薛家宝 他们会怎么样呢 依死象征啊 这个薛宝珠手里有的叶明珠 那又会怎么样呢 使之如命 死不放手啊 那薛家宝会变成什么样呢 一座坟 哎呀 那叶明珠岂不就成了火源了 诶 诶 客栈 看错了吧 分明是叫茅厕吗 客栈 绝对是客栈 客栈 哎呀茅厕嘛 客栈 打赌吗 打赌 好如果是茅厕的话 我输给你二十两银子 二十两 如果是客栈的话 我赢你二十两银子 怎么样 二十 哎呀 哎哎 怎么都是我输二十两啊 对啊 对 走 你看 我说是客栈吧 茅厕 哪有这么简单的客栈啊 分明就是茅厕嘛 再简单也是客栈 二十两二十两 原来是客栈现在改茅厕了 二十两二十两 哎 嘿嘿 你要是出宫 这便是茅坑 你要是吃饭呢 那就是客栈 啊 喂老头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啊 我还想问你怎么说话呢 呢 这么大的字 你看不见呢你 嗯 老驱客栈嘛 瞪着眼睛说瞎话 嘿 老驱客栈 那叫老驱客栈 哎 你要是我儿子 我非掌你几个嘴巴不可 我要是你儿子 我 我非把你剁了不可 做成肉馅 做包子卖 嘿嘿 我的儿子啊 还真打了这个主意了 就头几天啊 被我做了几笼包子 给卖了 哎 这还剩几个 你尝尝 真是人肉的 那没错 我吃 来二十哥 吃个啥 怎么这么小啊 那分堆一打 你吃吗 嘿嘿 你看 也没多少牛肉吗 那你一口要吃出一头牛来 那不得把你撑死了 你怎么就那么倔啊 告诉你 我这还客气着呢 嗯 你要是碰见我哥哥啊 嗯 非顶你一根头不可 哎 那谁还敢来住店啊 不怕死的 就来呗 你 你 你 哎 这老东西 唠唠叨叨的 嗯 我不挑食 哎 哎 好吃吧 再来一个 这个好吃 好 这个这个有油 馅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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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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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牟财害命叫我看见了 怎么样见一面 撑一半 这么大的一金子 足够你开二十家这个店了 拿去 跑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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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尸体不认识怪可惜的 我得把它带走 我新店开张 我得拿它做肉馅 你怎么了 我告诉你 我是卧牛市的山贼 还不快跑 我是一乡要钱不要命 那我是肾上价钱一级失卫 孙天府支付林天宝 怕官 不怕贼 我是官 天宝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 他是谁 他是温臣呐 是卧牛市的山贼 刚才被我下了地儿毒趴下了 你怎么来了 我得知赈灾营被劫 便连夜奸臣赶来 你一个人 谢方呢 去攻打卧牛山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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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方 你死得好怨啊 天宝 你怎么了 卧牛山 卧牛山 机关重重 只有进得去的 没有出得来的 谢方 你放心吧 我已经告诉过谢方 让他见机行事 不可贪功 是吗 那我就放心了 告退 我告诉你啊 我现在 又有一个新的计划 你不会害我吧 你的眼神 你心里有鬼 我怎么会害你呢 要不要把他弄走啊 这个好办 他只不过是中毒而已 用监控上最简单的方法 两瓢两水一泼 就能活过来 快弄走他 走走走 让我回去做卧底 嗯 不去 我好不容易逃出命来 好不容易碰上温尘 好不容易把它弄晕 好不容易 弄到了 不去 打死我都不去 我看你眼兔子一转 就没打什么好主意 堂堂的二品命官 如今 已经成了卧牛山的山贼啊 林大人 你 可知罪啊 我是迫不得已啊 有什么罪 我倒是理解啊 可是别人啊 万一有人 上告到朝廷 那 你这脑袋 就搬家了 天宝 我是他救你啊 老大要搬了家 是啊 赚再多银子 也没用 你说怎么办 办法有一个 做卧底 剿灭山匪 到时候 朝廷的文武百官 谁还敢胡言乱语啊 而且到那时 你可是手工一剑哪 有道理 可 每次办什么事 西方总是可以 风风光光打仗 你在旁边 粗博画车 是谁的总能够生官 我呢 我怎么那么倒霉 哎呀 打个雷劈子我算了 可是 你还能 贪点小便宜呢 我 我贪过什么便宜啊 我是清官 我是你 我 我一袖清风啊我 什么都没有 好了好了 不跟你说了 把解药给我 哎呀 你还是老江湖 看不出来吗 一瓢水就行了 都告诉你了 那好吧 那你送回卧牛山 哎 卧牛山耳目众多 你别跟着我啊 跟着我可能会露馅 好 别跟着我啊 别跟着我 别跟着我 一点 一 돗 推 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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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什么地方 你是谁啊 温雄 你不要害怕 这是老爵客栈 我是天堡的好兄弟 刚才你和天堡 吃了老爵包的迷魂包子 迷魂 叶明珠 温雄别怕 你看 多谢多谢 田兄呢 他醒来之后 就追老爵去了 追 温雄 时间不早了 赶快回薛家堡吧 好好 代我多谢田兄啊 告辞 好 告辞 来人 你们借个出去 四处放言 就说 朝廷丢失多年的七星叶明珠 现在已落在薛家堡 是 我要让叶明珠成为灾祸 让黑白两道为之争抢 谢方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你不是去攻打沃牛山了吗 我失败了 全军覆没 全军覆没 什么 全军覆没 到底怎么回事 这一仗太惨了 我们中了他们的机关 我带着兄弟们冲上去 没想到 他们安排得如此正硬 到处都是陷阱 我和彭春带着弟兄们来回冲上 弟兄们十之八却 都不见了 就连彭春 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谢方 胜败乃兵家常事 就不要再耿耿于怀了 别再烦恼了 福远大将军费阳谷 已经入关南下 离咱们这儿不远了 不日 即可到来 定有踏平沃牛山 替我们自家兄弟 报仇血恨 那 你是从哪儿都到的消息 是天宝告诉我的 他现在在哪儿 大概 已经回到卧牛山了吧 什么 二哥 你怎么让他再回卧牛山呀 我去了都白跑 更何况天宝了 你就放心吧 天宝不但能够死里逃生 而且 还能让和德鸟 把他和士伦 当亲爹一样的供着 不简单吧 我已经吩咐天宝 要他无论如何 也要把卧牛山的机关 给我毁掉 那如此一来 我们就得迎外合 再上卧牛山 不错 当务之急 还要向谢将军 借点兵马才行啊 谢方 此事 害得非你亲自跑一趟不可 我 不行 当年我落草为寇的时候 还曾经差一点一箭扛了他 我想他一定会耿耿于怀的 费阳谷一代名将 心胸开阔 不会为此事耿耿于怀的 况且 施士伦的父亲 曾经跟他爹 有过八败之交 天宝也与他交往甚密 他二人有难 他不会坐视不管的 你说的有道理 可是费阳谷 他为人古板 如今我们没有皇上的圣旨 可他又只听皇上的调解 怎么能发病人 你就有圣旨啊 什么 我有什么 你这宝刀 不就是圣旨吗 剑刀如剑圣架 况且 世伦带有皇上如镇亲临金牌 现在有难 如同皇上有难 功高莫过于旧驾 最深莫过于欺君 费将军若是不发兵 你就用刀 定他个欺君往上之罪 先斩后奏 然后再接管兵权 好 我这就启程 去一趟 来那 你干嘛 早上好啊 这早喝过茶了吗 喝过了 自家酿的 睡得怎么样 还好 只是老在这院里待着 有点憋屈 要不带我出去走走 不可能 做囚犯就要有 做囚犯的样子 哪那么多要求啊 违反玉规的事情 我办不到 可是 我是可以改变你命运的囚犯呢 不行 再说 我已经刷过牙了 不行 帮忙忙吗 不行 行个方便 走吧 林大人 我们卧牛山的机关 那可是一夫当关 万夫抹开 机关管什么用啊 皇上有炮 光过来 给你移为平地啊 我最可靠了 我没事 卧牛山就没事 所以 好好伺候我吧 不过昨天晚上的火石 老大 你不要太贪心了 我一天才二两银子 你是五两银子的标准 没吃出来啊 这里面关的什么人啊 来看看 看看 这几个人呢 就是谢放 攻打我的时候 被我抓起来的 都是武林高手 等凑齐了啊 我就是武林盟主了 你怎么那么面熟啊 天宝啊 是我 盘腿 我们都是小青蛙 呱呱呱呱呱呱 喜欢快乐的生活 最爱说笑话 我们都是小青蛙 呱呱呱呱呱呱 每天快乐的唱歌 心动的祈祷 不做烂脱之蛙 不做筋笛之蛙 好好学本领 来把海冲撞 要做聪明之蛙 要做勇敢之蛙 让我出发 青蛙最伟大 有天遇到我的小甜蜗 千人别笑我 来哈哈 青蛙一顶 你都别忘记 和他一起来 跳跳跳跳跳跳 我们都是小青蛙 呱呱呱呱呱呱呱 喜欢快乐的生活 最爱说笑话 我们都是小青蛙 呱呱呱呱呱呱 每天快乐的唱歌 心动的祈祷 不做烂脱之蛙 不做筋笛之蛙 好好学本领 来把海冲撞 要做聪明之蛙 要做勇敢之蛙 唱歌出发 青蛙最伟大 有天遇到我的小甜蜗 千人别笑我 是来蛤蟆 青蛙一顶 你都别忘记 在一起来 跳跳跳跳跳 不做烂脱之蛙 不做筋笛之蛙 好好学本领 来把海冲撞 要做聪明之蛙 要做勇敢之蛙 唱歌青蛙 青蛙最伟大